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昭谈书 本节目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要播出 我是杨昭 在今天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Nanabook的一本新书 非常有趣的一本新书 书名叫做《六哥哥的宴席》 它的作者是金泽怡和黄振霞 他们两个人 其中有一位是六哥哥 金泽怡因为他在家里面排行老六 而且有满人的血统 因此朋友把他称之为叫做哥哥 他幼年的时候 家贫丧母 为一家大小长厨 那这本书的内容有一部分就源自于 他为一家大小长出 几十年的丰富的经验 另外黄振霞 则是历任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 香港脑科基金会的主席 亚太区中风组织主席 香港立法局民选议员等等 不过这些资历跟这本书没有直接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他跟金泽怡两夫妇 他们都非常懂吃 而且对吃都有一些特别的看法 所以什么是六哥哥的宴席呢 在书的封面上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叫做以科学人类学历史为经 以美食和厨艺为伪 向宇宙发出迷人又体贴的请帖 邀请东西古今二十八组名人上座 并且公布烹饪的秘方 那六哥哥的宴席 到底有了哪一些人呢 例如说我们来看 在书里面的第八章 请谁呢 请白居易 那如果要请白居易 要吃什么呢 这就是关键了 所以在书里面的内容 两位作者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请唐朝大名鼎鼎的诗人白居易 来吃一顿饭 那来听听他讲一些盛唐运事 还有他的老友 像是袁枕李商颖刘雨昕 有一些什么样八卦趣闻 到了他犯罪的时候 也许他还会说一说 他的祖先是不是真的像历史学家推论的一样 来自于秋辞 也就是曾经帮玄奘去印度的屈之国 如果这是真的 白居易一直隐瞒歧视 是不是因为秋辞被唐朝侵略灭国了之后 他跟他的祖先都害怕被人歧视 所以才把绅士说的含糊其词不清不楚 弄得李商颖都忍不住 要批评他呢 或者他只不过像不少人一样 为了提高家族的地位 故意说自己戏出名门 告诉别人自己是战国时代 秦国名将 白起的后人呢 还有趁着他犯罪的时候 应该要清教他的问题是 安史之乱 皇朝之乱之后 唐朝不少人迁徙到南方 让粤语 这是因为这两位作者 他们在香港 他们用的就是粤语 粤语当中保留了不少唐朝的古音 用粤语朗诵唐诗押韵 远比用现代的国语或者是普通话 要来得更准确 但我们今天讲的粤语 当然也不会是实化了的唐朝的古音 是夹代的宋朝跟其他朝代的音 所以最好就是 请白居易来朗诵他的诗 大家听一听 就能够更知道 粤语跟白居易年代的唐代的音韵 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趁机会 也应该要听听他如何评价 哦 稍微晚一点 历史所发生的事情 原末明初 广东顺德人 孙焚为了喝白居易那首 筷子人口的名诗 琵琶行 写了叫做 黎三老级行 补堂天保仪式 细笑白乐天作 因为这个作品 就是跟白乐天白居开玩笑的 所以应该请他也来看一下 听听看这首诗 然后看看老先生 觉得在这首诗 跟他自己的作品之间 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尤其是诗中 请坐黎三老级行 逃离风前双月下 长银翼竹未平身 不应水上琵琶雨 那是江州司马铭 为而临风歌语曲 百年哀怨其清真 听到了这样的句子 也许白居易老先生 听完了 也会想要再接写琵琶行呢 也或许白居易会跟我们分享 他两百多首涉及 乐迹的这些诗的故事 那些乐迹 绕在他身边 帮他唱歌 服务他 真娘 杨琼 还有白发一身 却仍旧 一经四座的照弊 在佳祭当中 陪他十多年的凡树 善于吹声的灵角 善于抹琵琶的骨儿 善于起舞的红霄 还有随意而歌的子娟 等等这些人 不过要特别提醒 在交流当中 跟他提到了 粤语广东这些名词 还是得要小心一点 介绍孙芬的时候 读诗之前 也先别说他是顺德人哦 为什么呢 因为在白居他的那个年代 岭南地区 对中原人来说 那是蛮荒之欲啊 非常的恐怖 这正式来说 当然很不公道 由于海陆贸易的原因 广州那个时候 已经很热闹了 早就有外国商人来的翻访 而且呢 由于富裕 对官吏来说 到广州做官 那个时候已经是肥缺了 在广东呢 很容易满载而归 南海有蛮驳之力 争获福臭 就算做法 心利益之腹 凡为南海利则 弥补困载而还呢 只不过一般的北人不知道 所以在饮食方面 仍然把岭南地区 形容是一个 吃蛇啦 吃虫啦 吃哈马啦 吃蚂蚁蛋 吃活虾 各式各样对北方人来说 非常古怪食材的多度 有故事说 某一个桂林人 已经官拜御史 可是在长安 仍然被其他人歧视 跟他说 哎呦 你这个官署啊 不是屋台 而是蛙台 另外呢 嘲笑他吃青蛙 不过他也很机智 反驳说 这不是蛙 这是虫跟龟 因为虫跟龟 这两边凑起来 是蛙 所以呢 是龟虫 比方说 哎呀 你们以为我吃蛙 其实呢 故意吓你们 我才不是吃蛙呢 我吃龟虫 那龟虫呢 好过黑面狼 比黑面狼 黑面狼是猪的别称 还要更好吃啊 依影几千年前评说 南方的大象之笔 是天下的极美 可怜 韩玉被贬到潮州 没敢去试 当年潮州所流行的 橡笔美窑 没有遇到 惊天的迷人的美食 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 巨风鳄鱼 幻惑不测 中南境界 长海连天 独物帐分 日系发作 于是在那样的心情底下 写出寄恶语文 千古名作 真是令人惊讶 白句没有那么惨 他官场诗意 被贬折的时候 最难到哪里呢 到江西九江 不过他在诗里面 仍然对于 岭南地区 忐忑不安 以为到处都是 蟒蛇鳄鱼 云烟蟒蛇气 刀剑鳄鱼鱼 对于一些食物 他也必然采取 敬而远之的态度 面苦 蟒蛙液 酱酸 橄蓝鲜 如果不是对于南方 充满了偏见 给自己有机会 你会发现 这个蟒蛙呢 可以做成野糖 其实呢 也就是椰子 橄蓝呢 哎呀 清干多美味 他的人生 可以因为这样 得到更多 美好的经验 跟韩玉桐时代的刘荀 他做人呢 就开明的多了 对南方 当然也仍然抱持着恐惧 可是他愿意试一试 结果就发现了很多 北地没有的美食 大大称赞 例如说蟒蛊 这是肉白而脆 远胜至极 水牛呢 这是柔毛肺翅 也就是胖猪 有油有肥肉的猪 都不足以比啊 大象鼻子呢 真的就是肥脆 油堪做炙 可以烧 烧了之后好吃啊 但是 即使白鞠接受流行的推荐 愿意试一试 当然今天 我们要找 浙蛊之外 水牛的大象鼻子啊 这个太难太难了 那又回来 原来的这个问题了 如果要请白鞠 到家里来吃饭 准备什么菜呢 这就是这本书 最有趣的地方 其实这两位作者 真的是伯通古今啊 所以他们对于 跟那个时代 跟这个人 有关系的史料 极度的熟悉 所以借由这些史料的铺陈 然后来问 如果你真的 要把这样的一个古人 请到家里来 在吃的方面 应该要想到什么 从这样的一个虚拟的 当然不会有真实答案的问题 触发 那就不只是谈到了吃 谈到了特定的历史的时代 同时谈到 那个时代当中 关于生活上的 种种的观念 还有种种的习惯 我们不要计较 白鞠 他的祖先 是不是来自于秋辞 几代人 来自于山西太原 自己身在 河南郑州附近的新镇 白鞠 怎么样 也算是北方人 唐代呢 北方人种肉 南方人种鱼 政治中心在北方 所以隋代的石金 另外唐代的 烧尾燕石杖 记载的都是 羊多鱼鱼 这有一部分 受到北朝的影响 因为北朝 这些异族 进入到了中国之后 把他们在 北方草原的 饮食习惯 也带了进来 唐朝政府 供应给官员的石料 是有规定的 像是白鞠 晚年的时候 他升到了 三瓶以上官阶 他的供应 那就是 长石料酒盘 每日细米 二升二合 隔米八合 面二升四合 酒一升半 羊肉四分 酱四合 醋四合 瓜三颗 盐 屎 葱 姜 葵 酒 之类各有差 诶 你看 里面所提到的 那就是羊肉 没有别的肉 到了四五品的官阶 也有羊肉 在下集呢 就只有小豆 没有肉了 至于猪跟鱼 就只有皇室的成员 才略有分配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上层社会 以吃羊肉为主 鱼在北地 那是外来的异转 更高一级的 所以就只能够偶尔一场 在民间肉食当中 羊也占了一半左右 这大概都是 其实对历史 有非常高度兴趣的人 都不见得会知道 但是如果你要认真的思考 白鸡鱼吃什么 因此要怎么请白鸡鱼 来家里吃饭 这些东西 你非知道不可 太有趣的内容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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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尽在FM93.1 台北公播电台 感谢你据收听扬照谈书 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Nanabook的新书 书名叫做《六格格的宴席》 作者是金泽怡和黄正霞 他们两个人很认真地讨论 如果我们要请唐代的大师人 白居易来家里吃饭 你应该准备什么样菜 比较适合呢 所以就必须要追索 在休息之前跟大家讲到了 唐代不管是在官员 或者是民间 他们桌上的餐盘 羊肉 攒了肉食的大半 所以如果要请白居易来吃饭 应该要请他吃羊肉吧 那羊肉怎么做呢 羊食的菜肴很多 讲究的光是看 你来看一下 伪居员 他从兵部尚书升到尚书左部页的时候 宴请唐中中 哎 请皇帝哦 这是烧尾宴 一次就出现了 缩寻匠鱼 羊皮花丝 红羊之杖 升平纸等等 可以使当时民间也流行的现代烧烤方式 有一位陈浩 他宴客的时候 是用铁床烤羊 肥羊在热火里滴油 就介意说 哎呀 羊羊在挥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花了三十万钱 来做这铁床 实在太过分了 如果不想要那么样复杂的菜肴 更简单 可以使羊肉锁饼 羊肺根 怪不得醉生怀素 要以草书投射男人来到北地 饮食上的尴尬 在食鱼帖里 这是怀素非常有名的这几行字 老生在长沙食鱼 即来长安城中多食肉 又为长流所孝 身为不便 故久病 不能多数 就只写这几个字 他还要把理由怪到 因为都在吃肉 吃不到鱼 所以身体不好 写不了太多字 这流传在世上 就不只是艺术 而且很可能是 历史上最古老的 食客投诉文件 怎么一直给我吃肉 我都吃不到鱼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白鞠的诗 他喜欢的 会是我们鼓励大家吃的方式 是什么呢 少红肉 多鱼鸡之类的白肉 而且呢 多蔬菜 多水果 以刚刚为大家介绍的 唐代 白鞠 他那个时代的饮食的习惯 这样的一种主张 很特别啊 也许白鞠 对鱼和蔬菜的喜好 来自于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去过浙江的渠州 也曾经到过水边的襄阳 后来又曾经是江州司马 大家很熟悉的 还去过杭州跟苏州 早上带露水的葵 晚上和家人同时的寄卖 都是白鞠喜欢的食材 但在所有的蔬菜当中 笋 尤其是挚爱 唐食当中 赞美笋的并不多 连杜甫也不过就只提到 远传东笋味更绝采一春 但是白鞠却是频频表达欣赏 而且他也应该是唐代最喜欢煮笋的诗人了 连早餐都吃笋了 比如说他的诗 《夏日作》里说 树雨零笋嫩 沉露圆魁险 喷魁刨嫩笋 可以备朝餐 另外一首诗里则说 子仙灵笋嫩 红润圆桃手 采摘筑盘宴 放置饮口腹 他更是写过 一首叫做《石笋诗》 比苏东坡更早 就已经表示了 如果你吃了笋 连肉你都不会想了 这个《石笋诗》里面就说 此周乃足香 春笋满山谷 山夫折迎报 报来早逝遇 物以多为鉴 双钱一一树 这只吹震中 与饭同时熟 哇 春笋冒出来的时候 便宜得不得了啊 而且呢 怎么做呢 就做竹笋吹饭 执意策顾紧 树鸡搬心域 每日睡假餐 金石不丝肉啊 竹笋不止好吃 竹笋还好看啊 所以吃了之后呢 就不会想肉 跟肉就断绝关系了 久违金洛克 此味尝不足 且是物之足 南风吹作竹啊 所以呢 在北方 最麻烦的是 没办法常常吃竹笋 会特别想到笋 想到笋 就想到南方 就希望南风赶快吹来 让竹子长得好 就可以冒出竹笋来 那个时候 应该仍然在摸索 该如何煮竹笋 并没有真正能够掌握 烹笋的技巧和搭配 不过所以呢 白居易之所以那么欣赏笋 因为他知道 怎么吃跟怎么煮笋 三国时代笋呢 是煮或者是敬酒 然后呢 饮酒食笋 或者是用米 把它尝成干笋 笋干 日后来用 北魏时代的大臣崔浩 很感激 妈妈教了他很多 喷调的方法 所以他在 真的就是 国事空中百忙之中 他还写了一本十经 来纪念妈妈 虽然可惜 这本著作 后来随着崔浩 他被惨遭灭族 而失去了 不过关于笋的资料 还留着 告诉我们 西元五世纪的时候 他们吃笋 是要用盐 和耿性的黄米粥 淹了五天之后 才吃的 取笋肉五六寸则 按盐中一宿 出 适盐令静 先在盐里面 待一个晚上 然后呢 拿出来 把盐擦干净 煮米一斗 分五身 与一身盐相喝 米热 须令冷 那煮笋 减米中一日 要用米 米里面呢 混了盐 混很多的盐 然后呢 再把笋 放进去 五天之后 拿出来吃 这是烟笋 到了隋代 又一个呢 爱吃的人 那就是 贾斯写 他写了 农木巨作 其名要素 书可不是 现代大学那种 门外患看来 枯燥无味的 学术论文 或者只是 农木业操作而已 他里面加入了很多 喷条理论跟食谱 其中 教了很多实际 吃笋跟处理笋的方法 告诉大家 施苦煮笋 蒸煮 刨 作 任人所好 可以蒸 可以煮 并且提供了 好几个用笋的食谱 其中一个 是大家现在还在做 合食的 叫做笋鸭汤 前身 笋鸭根 用肥鸭汁 加上四升的笋 把笋洗干净 用盐磨过 然后呢 在热水里煮 换水 加上 蒜 葱 跟纸汁 把它煮熟 近代的戴凯兹 他写的 足谱 大家进入 挑剔选择 要吃什么笋的阶段 山东东群的 叫做 班长足 他的笋 味道最好 南方人 喜欢叫做 符竹 把符竹的笋呢 用甜糟 埋起来 然后呢 吃起来 又干又脆 但是有另外一些 竹笋呢 吃起来没有味道 还有一些呢 甚至吃了 会让人不舒服 苦竹煮汤 在唐代的诗人 也有人提到 说明 那个年代 仍然不知道 笋 不应该会吃出苦味的 和杏仁一样 这不是口感的问题 而是苦性仁跟笋 都含有氢化物 苦味是来自于 可以迅速 自然死地的氢化物 山埃 如果是含氢化物最多的 半公斤的笋 可以杀人了 当然 一般你也不会吃 这么大的分量 但是慢性 轻中毒 也会损害神经 和其他的器官 所以 有一些笋 属于苦笋 你也必须要把它处理到 苦味消失 哎呀 吃笋跟吃苦瓜不一样 你不能在吃笋的时候 把苦味当作是口感 那为什么 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吃笋 却没有听过 有人吃笋 被毒死 出事的呢 这里就牵涉到作者之一 黄振霞 他的专业了 他说 原因简单 这些氢化物 很容易就给高温给消除了 所以不能生吃 但中菜的喷条方式 可以有效地清除威胁 世界各地 除了古代的欧洲 都有长足 但是呢 就只有亚洲地区 才食笋 原因就是 因为非洲 美洲 澳洲 他们不懂得 如何借由高温 去除笋的苦味 那他们当然 就不会吃笋了 在学习喷条笋的过程当中 你有可能 多次碰壁 看 吹号的妈妈 教处理笋 有那些小心翼翼的 反复的步骤 当年一定有很多人 经历过 惨痛的教训 才学会 如何可以 安全地吃笋 戴凯兹所写的 《主谱》当中 有这种句子 叫做 弱人虚法 什么叫做 弱人虚法 吃了之后 掉头发 掉胡子 这就是中毒啊 早期不懂得怎么吃 处理不善 造成慢性中毒 于是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里面 那就小心地警告 要非常重视 十足正当的 喷条竹笋的方法 笋呢 又可以吃的 又不可以吃的 这是李时珍的警告 凡食笋者 譬如 制药 得法者 义人 凡事者 有笋 一定要用对的方法 不然呢 你会受到伤害 组织已久 生必损人 一直到今天 这都是重要的关键 煮足笋 一定要煮到够久 如果呢 生的或不够熟 还不够热 因为那里面的 氢化物 没有被溶解掉 这个时候 吃了 一定不好 苦笋已久煮 笋的味道 越苦 记得煮越久 因为就表示 它的氢化物 比较多 你高温久一点 你仍然可以把氢化物 给煮出来 味者 寄人宴 先以灰汤煮过 再煮奶凉 那就表示说 如果那个味道 会刺喉咙的话 那你要记得 先用灰汤煮过了 再来再煮一次 才会好 酸笋 来自于广东南部 笋大如碧 那就像贵族笋这种 另外不一样的笋 摘了之后 用沸汤泡去苦水 最好呢 就把它丢到 冷井水里 浸了两三天之后 取出来 然后呢 撕开来 撕开来之后呢 腌醋 再煮 然后呢 就可以吃 这都是非常非常细腻 对于笋的认识 跟了解 所以 因为白居 爱吃笋 如果要 请白居 显然桌上 最好有笋 因而延续 就讲了 在中国古代 对于笋的 种种的认识 还牵涉到 科学的知识 这是六哥哥的宴席 非常丰富的内容 其中的一小部分 介绍给大家 也推荐这本书 给所有 对于食物 尤其是对于 历史上的吃 有兴趣的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